采編經營分離是我們媒體成員人的一個基本準則 但是現在在大陸媒體經營困境之下 現在其實是有一個反通的一個潮流 就是采編經營分離 就是什麼樣的越來越多的診所打通 打通會帶來很多的問題 剛才我早上聽台灣的朋友和我相當的講 所謂的資產院 在大陸媒體經營的干擾 現在這種干擾在大陸非常嚴重 除了原來全力的機制上的一些文學的管制之外 資本它通過參股啊或者這種方式啊 包括自我審查 一方面是原來黨管以及黨派的總編體 它已經有自我審查了 同時的話 商業它現在自己也會做一些跟香港一樣的生產 然後呢 大家通過一些公關的機器 這個應該都比較相似了 那最大的問題是 就是因為經營模式 經營模式發布平衡模式化的問題 這個尋出經營會的加大 因為你要活下去嘛 為了沒飯吃的時候 就可能就不要臉了 這時候就出現了 短暴提示它一直以來 這種媒體尋出比較狂狂 那現在就是市場化商業媒體的這個民眾衝動 讓人家強 特別是這個大的這個財經媒體 財經媒體在大部分有所謂的四大惡人的說法 就是財經媒體全有四大惡人的說法 二十一期經濟報告為首 這個媒體經濟新聞第一財經日報 還有這個這個華夏時報 這個四大惡人 咱們經常就是搞一些這個負面的 有一些大的資本 一些負面的新聞 通過這種方式呢 去獲得一些廣告啊 投入啊 二十一世紀當然 它被打主導表 因為它影響得最強 所以當然作品也是 幽默也是最大的 所以當然它就起了主導表 根本的原因可能 現在也說不準 因為安子還沒有審判 不知道 也許有人猜測 然後呢 現在原來的傳統的媒體 這種尋出的商品 有些新興的獨立的媒體 比如說所謂的科技媒體 像童秀網 是大陸比較有名的 移動會員網 創業的科技媒體 童秀網啊 包括 當然我們原來的小 童秀網 當然我們原來的小 童秀網 童秀網 進入到這個時候 它已經出現一個公開 守保護會的這種方式 所以 整個 整個媒體的公信力 通過 尋出 也越來越做 然後這個 媒體的精英 大量的有失 因為剛才講的這個薪水 你想想一下我們十年前 十二年前是 這麼多 十二以後 我還保持這個 還有點困難 現在 所以 大量的人 有機會 或者是覺得 因為生活壓力比較大的 在一些部分 像北京上海 廣州這些大都市 生活壓力比較高一點 壓力更大一點 那沒辦法 就是要大量的走 這些走的主要是 兩個流向 就是 用其他的地方 創作 都是做公關 別的方面 現在因為大會 有很多的大資本 在投資這個 這個 移動的平台 移動費用的平台 包括 非常多都是 這個 十億美元級的 這樣的一大部分 所以 大家機會也比較多 還有 你還講多久 差不多嗎 時間差不多 然後這個 我們 我們 大概 大概 再來講一下 這個吧 所以 新媒體的形態下 我們的這個 大陸現在 可能 我觀察一下可能 我們3D 3D裡面 大陸的新媒體現在 是比較 新冠的一個世界 大陸的新媒體 以下 機會確實是比較多 也帶了一些 新的一種可能 比如說 因為 早 今年初的時候 大陸的總理 這個 楊翔 搞了一個所謂互聯網家的概率 其實也是 一個 這樣一個 創業的一個潮流 然後 現在 就是 我們現在出現 新的內容生產方式 就是 UGC的 大陸媒體都很衰 但是 真正有 優質內容 生產能力的人 其實 現在其實 活得是挺滋潤的 因為通過這些平台 它可以獲得非常高的收入 然後呢 垂直化的媒體 一些 新增的這樣的 一些 功靠 就很有趣 它的營運模式都會出來 只要 你想像 大陸 它的體量很大 十三一十四人一的人口 實際上有十萬的增值 大陸是這樣的 比如說 以那個 微信的公共號為例 微信的公共號 它如果你 開個公共號 5萬以上的增值 你就可以有一個 自動抓取廣告的功能 它給你分配廣告 每個月收入 大概 大概 好 大概1萬左右 應該是沒有問題 1萬人民幣左右 就通過廣告的增賬 如果你的用戶量更大 當然你的廣告會更多 當然你也可以通過 內容 就很適合的方式去 嫁接一些 這個 商業的內容 也可以過去回報 這個可能性其實是 順序更大 一方面 我們的這個 管制 商業的緊實 讓我們的空間越來越小 但另一方面 獨立的 媒體 其實 有一個原則 這個空間大的原則是 你只要不凑這個意識形態的無限 你的空間都很大 你的商業的空間就很大 活得會比較激 像這樣一個情況 當然 這個 這個 這個也是 另外一種可能 就是我跟台灣跟香港可能 有些不一樣 大陸的這種移動支付 它的習慣非常 就是它用現在 大概 估計有2、3億的這樣的移動支付的 這樣的用戶 由於 基於這種移動支付的這種便捷 比如說現在出現一些打賞 就有些文章我們出來以後 你覺得不錯 你覺得不錯 台灣人可能會搞 有些工具裡面搞一個讚 但是 我們讚的同時 可以再給台灣發錢 所以 這個55塊 或者100塊 看你自己的意願 都可以填到 這個 有不少的這種專欄作家 或者說 影響一個 鼓勵的 媒體人 但是 它不提供這種方式 去做一些 收入的來源 然後 當然 現在有些新的嘗試 比如說做 眾籌 但 物行來說 沒有特別好的一些 我當然 原來有發起過一些 比如說 冠軍啊 包括 郵件合法 但是因為 你只要涉及到 中籌如果你要搞一個項目 比如說我要 報到一個美麗的風景 那是有樂樂風險的 那你說我 眾籌 調查某一個 財團 或者是誰 不好意思 直接就有人幫你 他調查 這就是 它的可能性 和不可能 然後 這個 這給30秒 好 OK 結束了 大概 大概向大家報告一下 這個大附近 發生的情況 謝謝 嗯 我就沒一個做 我批消息移 因為我無法做 先講 試一下 道個歉 原因在於 就是說 我離開一線 已經4年 我離開 中國大陸 已經1點半 實際上 我是中國媒體生態的 這個 維 motto 隨著 我已經起身體 所以我的計畫 先進 我倆會 对南州讨论,他们讲一下,但我先认为人来,然后在这个基础纸上我再讲,就是说我对中国的媒体生态的一个总归文官的观察,是写政论的,写视频的,所以我这种观察更多是政治的视角。 今天尤其是刘建杰兄谈到过去十年环境运动的能源的立场,让我非常感慨。 这个过去十年环境运动的立场,实际上它浓缩了代表中国过去十年公民运动发展的立场。 在过去大概从2002年的印象当中,一直到2013年南州事件,我站起来讲算,做的比较难事。 以2013年南州事件为分水岭,大概是十年的。 然后2007年,刚才刘建杰先生讲的是中国的公民社会的原理。 那么2007年,达到第一个高峰,然后后来就逐渐地就下坡了。 然后到了南州事件,基本上这个进场就停止了,就终止了。 那么在这么一个阶段,在中国主要产生了两个对中国和平转型具有决定性利益的两个元素。 第一个就是公共舆论场,形成一个公共舆论。 中国原来是没有公共舆论,中国原来只是一个秘密之道。 央视新华社也代表官方的同时的声音。 但它们不是舆论,它们更不是公共舆论。 但是在过去的世界当中,公共舆论快速形成。 中国出现了两个舆论场,一个就是传统的喉舌声音,另外一个就是公共舆论场。 而且在这个两个舆论场的博弈,两个舆论场的教养当中,在过去的世界当中, 是公共舆论场越来越成为主流的舆论。 越来越占据绝对的优势。 那官方的喉舌的声音,那么越来越被边缘化,越来越成为弱势群职。 这是第一个元素。 第二个元素就是,在这个十点当中呢,就形成的第二个元素就是形成。 刚才刘建强先生讲到的,各种各样的NGO,有国外的NGO,也有很多本土的NGO。 那么这个引用NGO的能量,到了什么程度? 刘建强先生在环境运动当中,已经举了很多的例子。 它也可以直接影响,直接左右,公共决策,乃至最高决策。 在这十年当中,这两个元素快速发展。 但是我刚才讲了,到2013年1月,南州事件的时候,全部终止。 然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个,我认为几乎可以说是一个根本的变化。 什么样的根本? 南州事件,我们三位南州事件。 就是2013年大概4月4日爆发的一次,争取,奇才抗争争取新闻之。 就是要捍卫南州传统的新闻专业主题的,那么一次抗争事件。 那么,南州传统的新闻专业主义呢就是,它实际上就是,我们知道南州也是党媒, 但是它是党媒当中的市场化媒体。 那么市场化媒体当中就是,以我们南州为代,一个财新的南州, 它抢掉一个什么东西呢? 它跟党媒,传统的党媒的一个根本分别在,它抢掉一个新闻专业主义。 这个新闻专业主义在制度上,制度安排上,它有一个制度安排,来保护这个新闻专业主义。 那么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就是说呢? 就是说,我们实行总编辑负责制。 总编辑是党派的新闻官,他对我们的内容代表党进行审查。 然后呢,党对我们的内容的审查到此为止,就是事前审查到此为止。 那么以后的其他的审查,都是事后审查。 也就是,不能再进入整个编辑流程, 不能对这个制作中的内容,对版面的内容进行干预, 一直等那个报纸的内容上来接,进行事后审查。 如果相关的报道、评论出了问题, 按照你的那个党国逻辑,党国制度出了问题, 那么事后再追查。 但也不能把省查了黑手,伸到那个前面来。 那么,南州事件为什么报道? 就是因为后来国政,新法事前副社长, 出任广东省宣传部长之后, 他就把这么一个,实际上我认为是个默契, 这个制度安排是个默契。 就是党,党的那个宣传部门, 跟我们以南州为代表专业的媒体人, 我们之间的一个默契, 他来的时候就把这个默契全部推翻。 然后就把这个审查的黑手伸进了整个的编辑流程, 每个版面他都要审。 很多媒体的这个选题的第一批的制作, 都要进入他的批评。 那么很多广东的其他的媒体都容忍了, 但是最后到南州这儿遇到问题了。 就南州讨论不容忍。 然后就借这个南州这个新年限制事件, 以这个作为一个契机, 掀起抗争事件, 并且呢,然后再倒设到外国, 然后发展成为一场尖头运动。 那么这个叫做南州事件, 那么后来当然是软粗, 对南州的同仁是软粗的, 那么但是呢, 对尖头运动的参与人, 是实行了非常强硬的, 这样, 比方说我的朋友郭飞雄, 那个街头运动的代表, 现在就还被关在里面, 很多人都被关在里面, 这叫南州事件。 那么, 从此之后, 整个形势就急转直下, 为什么会有那么一个根本的转折? 原因在哪呢? 我认为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 就是在过去的十年当中, 实际上就是中国社会, 出现了两个失控。 一个呢是体制, 就是那个党国的体制, 对整个体制内的失控。 对整个体制内的失控, 又是体现两个方面的失控。 第一个是对整个全贵集团, 就是党对全贵集团, 党对整个广投集团呢, 几乎是全面的失控。 全贵集团和广投集团, 全面做大。 然后用共产党做白手套, 然后决取, 疯狂地决取自己的力, 这是第一个失控。 第二个失控, 体制内的失控呢, 是对整个党国体系, 官僚体系的失控。 就是党的体系, 官僚体系呢, 对共产党, 尤其是对共产党的教育, 在没有任何的忠诚, 全都是弃于整个第一的原则, 寻租的原则, 在这个原则, 在这个逻辑子上的运行, 就是对整个党国体制, 对这个体制内的失控。 这是一个方面的失控, 大部分。 另外一个方面的失控呢, 就是对社会的失控。 整个体制对社会的失控。 那么这个失控又表现为 两个方面的失控。 就是我前面讲的, 一个是对公共理论的失控, 一个是对社会层面的失控。 那么, 然后他们认为, 就是说, 南州事件在这个时候, 起到了一个, 对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作用。 就是整天当他们发现, 这个舆论上, 他们已经极其备动。 舆论上他们几乎没有任何优势。 因此, 他们必须在舆论上收腐实地, 就重建对于整个舆论的控制。 那么, 以后的一起, 我认为整个媒体的成熟运动, 都是由此人。 另外一个方面, 是现在正在进行的, 就是对整个NGO, 对整个社会层面, 重新家庭控制。 就是最近正在讨论的, 那个, 境外非政府组织发, 就是基本上就是要切断, 中国的NGO, 跟国际NGO, 之间的联系儿。 中国的NGO, 实际上是非常幼, 还是我认为嘛, 还是不成熟的, 非常幼稚的, 需要学习国际经验, 需要借助国际资源, 如果把这个门关上了, 那么受损失的主要, 我认为还不是国际NGO, 受损失的主要是中国自己NGO。 那么这个目的, 也是要重建对于中国社会的控制。 那么中国以后, 它还是要发展一些社会型的, 服务所知, 但不允许他们再保持像过去这样的独立系, 而是比方说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 建立他们对政府的一种依附性, 把它们变成, 重新变成政府的附属, 实际上就变成像过去很多的一种事业单位, 一种另类的事业单位。 这是一个方面, 重新家庭控制。 另外一个方面, 是对体制内的重新家庭控制。 那么我们看到习近平上台之后, 最主要是通过那个, 他的一些反腐的行动。 反腐的主要的目标, 就是我刚才说的两个目标, 第一个是针对一些权贵, 针对一些寡头, 那少到党内的, 体制内的, 各种各样的商场, 重新建立党对体制内的全面控制。 第二个是针对那种党体系, 官僚体系的一种全面的控制。 就是说, 难怪实际上这两个方向加起来, 就说明出现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呢? 就是说, 过去十年, 我认为是公民社会快速发展了十年, 然后快速发展, 同时就倒是整个后级权, 出现一个软化的趋势, 出现一个忍性的趋势。 就是说, 这个公民社会, 它在整个社会生态当中, 如果用自然生态来做比方, 它们类似于实地, 三点数这个实地。 这个我们社会生态当中, 就实地的归用就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但是就是说, 现在是, 这个过程中止之后, 就重新建立起来一个国家化的过程, 国有化的过程。 就是重新建立国家跟市, 对社会的, 党对社会的, 包括对体制内的一种全面的控制。 就是说实际上是从后级权, 再向集权倒退的那么一个过程。 那么, 把中国这个媒体生态, 应该放到这么一个, 我这么一个宏观的政治和社会生态, 也就是说, 放到那么一个新的, 国家跟社会的关系的框架下, 才能够理解。 那么理所当然的, 就像刚才讲的一样, 呃, 那个李明火讲到的一样, 呃, 像赖总讲到的一样, 我们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 原来独立性非常强的, 市场化媒体, 呃, 越是在民间有公信力的, 越是原来在公共舆论场骑顶, 偷洋转的, 那么就越是要被边缘化, 越是要被排斥, 越是不给你任何的机会。 在这种, 这种情况下就是说, 呃, 整个权力对舆论的控制, 对舆论的主盗权, 就越来越强了, 这是中国这个媒体, 尤其是时政类媒体, 尤其是一种公共媒体, 面临第一种困境, 就是我的理解就是说, 我们现在比, 就是现在中国媒体的同样, 比我在南方周末写评论的时候, 困难要大多了, 我原来在南方周末写评论的时候, 我只考虑一个因素, 所以我只面对一个对手, 就是中宣部, 我只, 只有一个中宣部, 是我要去对付的, 而且那个中宣部, 像刚才跟李明火讲的一样, 我们当时面对它, 有一种治理优势, 我们根本就看不起它, 就是我们可用各种各样的, 专业的技术, 去应付它, 去哄, 去欺骗它, 去蒙骗它, 把它骗下去, 我原来给自己打比方, 我是干什么呢, 我是搞整理师的, 我是搞头斗的, 我是埋地雷, 专门给中宣部埋地雷, 在评论当中一个一个很雷满, 但是现在这个难度越来越大, 为什么呢, 昨天晚上跟李明火讲一下, 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个第一个对手, 已经不处了, 我们现在面对他们, 可能那个治理优势也没有, 因为什么, 现在他们当中, 那个体系当中, 很多监管的人, 是我们原来的兄弟, 对我们太了解, 鼻子太了解, 那个刺三分之后, 把他拉屁了, 这是第一个, 这种, 跟原来一样, 我们要面对原来的那个对手, 但是比原来的那个对手厉害多, 那个对手升级了, 这是第一个对手, 第一个中宣部, 第二个要面对的中宣部, 就是李明火在讲的, 资本方面的中宣部, 要从那个媒体当中, 流失了一大批的精英, 去为资本服务, 去为资本做公关服务, 因此我们面对一个资本的中宣部, 而且那个资本的中宣部, 在里面供职的, 也都是我们过去的兄弟, 我们现在面对的都是自己的兄弟, 过去的兄弟, 这是第二个困难, 第三层困难, 这是我感到最大的困难, 我认为比前面两个困难更困难, 就是刚才李明火讲到, 但没有展开了, 因为中国社会极度失败, 我那麽多年了, 一直抢过这一个, 中国社会现在, 最大危险, 就在室内, 室内一切的共识, 室内一切的活动, 室内一切的活力, 室内就是一切, 谁来的室内, 一个是两个极端的力量, 一个是体制里面的极端力量, 在制造这种室内, 推进这种室内, 另外一个是民间的, 民粹的极端力量, 来室内一切, 两个方面, 都是不允许有任何中立的, 中间的, 理性的, 客观的, 这种力量群在, 把, 就逼住所有的力量, 那么, 选边, 站队, 尤其是媒体, 尤其是舆论, 在这种情况下, 就出现了, 那个媒体的那种, 无所知诚, 所以你没法做报道, 你没法发声的, 因为你任何的声音, 任何的报道, 无论你怎么样的那种, 去遵从这个专业的伦理, 都会有人, 把你, 画到另一边去, 都会有人给你贴标签, 这种, 这种民粹, 实际上就是说, 也成了一个民间的中宣部, 就是我们现在面对这种, 三重力量, 三个中宣部的压迫, 所以, 对, 所以那个, 中国媒体现在我觉得, 除了在哪儿我不知道, 我现在也很忙的, 现在三分钟, 三分钟我捐出来给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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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因为, 大家知道, 大陆现在, 在港北, 他们的困境在里面, 他们已经上报, 感到很清楚, 所以, 接下来, 我们台湾, 时间今年省一点, 好不好, 好, 说一点点, 对吧, 好, 那个, 卢老师, 好, 谢谢, 麦校长, 嗯, 我可以省很多时间, 因为我要讲的话, 都写在这上面, 在这个, 各位的这个会议, 资料上面, 八十二页, 八十二页到八十四页, 我大概, 已经, 差不多吧, 我今天要谈的东西都写了, 所以, 各位可以仔细看, 首先, 在那个, 坐下来之前, 跟大家讲一下就是, 今天其实, 也是要专程来, 向大陆的, 以及, 包括早上的香港, 以及, 马来西亚的, 媒体的朋友, 致敬, 这一场的话, 当然要对, 建想学生, 校署, 敏和, 本来还有一位, 王赫言, 英国无能道, 我, 所以你们, 那么多年来, 在新闻, 我们一起, 关注里面这个地方, 所做的能力, 要表示敬意, 然后, 还要安慰一下你们, 就是, 你们说, 现在的薪资, 工资, 不如大概13年前, 2002年的时候, 呃, 其实台湾呢, 我们的真实工资, 是倒退到16年前, 哈哈哈, 所以, 我也没有好很多, 那第二个呢, 就是, 台湾, 大陆的这个, 撕裂的问题, 呃, 其实, 我可能有, 不完全一样的看法, 因为我觉得, 台湾也很撕裂, 台湾也很撕裂, 其实, 一个健康的社会, 可能都要撕裂开始, 就是, 可能不是那么和谐的, 这个, 这个状态, 那媒体人可能面对的, 特别是, 多元民意的, 这个状态之下, 其实这是, 应该, 正常的一个挑战吧, 所以, 就是说, 我们可能可以选择, 不用去取悦, 每一个人, 但是, 我们要对公共利益, 或者是, 真相负责, 那个, 可能是, 我们是, 我们是真相跟, 那个公共利益唯一的扶人吧, 不管是哪一个中宣部, 可能都不是我们的, 组织, 那, 在82月的地方, 其实, 嗯, 我大概, 主,今天要谈的内部, 其实主要还是呼应了, 几位先进前面所讲的东西, 包括这个, 舆论监督的环境, 调查报导环境, 越来越困难, 但是舆论监督跟调查报导队, 所以, 对中国大陆在短行期过程当中, 又特别的重要, 过去, 各位也做了很多的贡献, 那, 反过来讲呢, 其实中国大陆也是一个, 做报导, 调查报导的天堂, 至少曾经是, 在97到2007, 或者一直到2012之间, 大陆的市场化媒体, 由这个意愿去做这个东西, 而且, 它也有资源, 因为做家的报导很发钱, 花时间需要第一流的人才, 那这个部分事实上, 台湾反而是相对欠缺, 那再者是说, 大陆其实对于调查报导来讲, 有太多题材可以做, 腐撕即逝嘛, 只要你愿意做, 是太多东西可以报导, 看我们各方面, 台湾是最近这几年, 才突然出多了很多题材, 之前可能我们好像不知道, 有哪些可以再去深挖, 当然媒体可能不见得有这样的意愿, 以及有这样的资源来做, 那所以调查报导这部分, 大陆的调查报导, 过去建墙, 你们所做的这些调查报导, 其实放在国际的水平上, 都是第一流的, 所以在8231, 我提到说, 号外杂志的创办者, 就是, 这个观众嘛, 陈冠冬先生提到的这个, 他说大陆的这个调查报导, 事实上, 比所谓有新闻自由的, 包括香港, 以及其实我觉得, 海报导台湾, 一点都不逊舍, 一点都不逊舍, 那号外杂志的, 刚刚才变成前主编的, 等一下我才来, 可能没有听到他早上的演讲, 然后再来, 那调查报导记者, 在大陆面临太多太多的困难, 从中央到地方, 从宣传系统, 到现在的企业, 各方面的, 从司法威胁, 从各种拦截, 暴力相向, 甚至跨省, 追捕, 跨省, 消暴, 这种事情都非常的多, 那所以呢, 那记者真的不好做, 因此呢, 刚才明太也讲说, 摩昌平找了一百多个朋友来, 大概大部分现在都已经不做给他报导, 同样的, 在2011年的时候, 张智安老师, 中泰大学的, 现在当传媒设计学院长, 张智安, 他做了一个调查, 还算蛮全面, 大概对着大陆, 大概, 第一线最活跃的, 最优秀的, 大概有三百位, 那当时其实就已经有状况, 就是说, 其中有很多人已经, 不想能继续做下去了, 因为环境应该有困难, 那直到去年, 张智安又到了, 台湾奶奶参加我们的一个会, 他说, 他又在做了一个新的调查, 针对同一批人, 发现, 里面已经有三分之二的人离开了, 这是一个, 离开的速度很快的一个状况, 那经验的传承啊, 以及这些所累积的社会资本, 其实这样流失是很可行, 那调查报, 其实正如刚刚明和也有讲到, 就是说, 很多人转业, 他们去做什么呢? 我在八十二月有讲说, 他们现在是做三公啦, 第一个是做公益, 像王克勤, 邓飞等等, 然后还有第二个公呢, 是去做公关, 变成可以对付媒体, 或者是帮企业, 或者是帮政府, 在做这个新闻的外力, 第三个呢, 就是开公司, 创业, 这也是一个, 这三公, 最后我要讲的是说, 像这些市场化的媒体, 包括台方系, 包括财经, 包括财新, 现在可能大家也会觉得, 是不是会有不能够继续, 像过去那么专业的一些危机, 或者有一些利益的诱惑, 或者有一些其他的因素的一些影响, 那怎么办呢, 其实可能要呼应到, 早上我们提到的独立记者, 独立媒体人, 我们做新闻, 做电话报导, 可能不一定要在媒体里面做, 至少不一定要在传统媒体里面做, 可以再透过NGO的形式, 透过新闻, crowdfunding, 群众募资, 众筹等等这些方式, 可能我们可以去探索, 可以去试验, 那台湾, 马来西亚, 香港, 大陆, 可能都渐渐有一些新的可能性被开发出来, 那最后就是说, 我们事实上, 外媒在这几年, 在大陆的调查报导上, 反而他们有很大的表现, 包括德里, 打包子打, 或者是副台的, 就是温家宝家族的财产, 还有像是, 万达跟习近平, 温家宝, 王兆国, 王兆国, 等等, 甲契林等等, 这些, 最高的领导人的家族, 都有直接的利益诉讼的关系, 而且新人是天文数字般的榜大, 那大陆的记者, 可能因为众所说之的原因, 是不可能做这个这样的报导的, 除非他们倒台之后是有本的报导, 但倒台之前是不可能做这样的报导, 那所以可能得靠外, 但我想要问的是说, 为什么我们台湾的媒体, 害住大陆记者这么多年, 平面媒体, 电子媒体都有, 为什么我们做不出来, 这样的报导, 事实上, 傅才德跟张大卫他们说, 很多资料都是公开之类的, 不是说你做不到, 不一定你要是《纽纹时报》或《纽纹时报》, 或《纽纹时报》, 或《纽纹时报》才说得出来, 为什么台湾人记者说不到, 我觉得是台湾可以反思的部分, 但大陆现在几年在收紧管制, 包括反间谍人法, 国家安全法等等, 我觉得可能台湾记者, 为了要去大陆做调查报导的风险也会提高, 那这个部分其实是, 我们必须要为你筹谋, 或者我们的官方也需要去关注这个部分, 因为对于外媒记者, 他最多不给你签证, 或者不让你领用你的大陆采访的权利, 可是台湾的记者如果真正要去做大陆的调查报导, 可能就回不来了, 反间谍的调查报导, 国家安全法, 这是个风险不止的记者, 连我们当学者可能都会有风险, 不只是你在大陆说的话, 在境外也可能有风险, 境外说过的话, 他可以打印出来高出品, 所以今天要请各位特别的配合, 所有的录音、录影、拍照, 还有文字记录都不要上网, 你可以私人参考, 非常谢谢。 大家好,我是天安大师陈珊, 我后来看一下, 我今天的定位应该是所谓, 还在主流媒体工作的台湾新闻工作者, 所以我其实, 我也是像胡老师一样, 把我前面要讲一些 background 的东西先检阅, 就请大家阅读我后面的内容, 那我们接到这一套约, 其实是两个多月前, 那我那时候正在读这本书, 就是在读一个好笑志, 其实它是整理了大概过去二三十年, 台湾几个有时代创新意义的一本杂志, 其中有一本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杂志就是人间, 人间的创刊号其实是八尺, 他就是在台河四山, 所以我想两岸在调化报道的深度报道上, 有一些历史发展的变形, 所以我想环境, 刚才经常讲的环境相关的问题, 其实是跟人头, 跟民众最相关的问题, 其实我想它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我想在台湾的发展上有一个这样的现象, 那我其实不是很赞成胡老师说, 台湾过去的调化报道历史没有那么长, 因为我跟龙信龙差不多讨论过, 其实在台湾很好光显的年代, 其实台湾的暴人也不是那么没有企图性的, 所以其实包括在中国时报, 他其实一直都有调化报道组, 所以包括林兆正老师, 他当时在中国时报的时候, 其实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作品, 就是他深度了解西藏当面看报的真相, 所以那本书其实在全球对西藏的了解上,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深度的大法报道, 所以我想大概时代会有点不一样, 是台湾经历的跟中国现在经历是不一样, 那时候台湾有一个这样好的优势就是, 我们那时候已经解研了, 所以民主化的过程里面, 其实有很多, 可能过去大家少碰出了议题, 比如说性别的议题, 或者女性的议题, 有很多的议题其实是在那个时代下, 出现去做报道, 所以他并不是一个对体制对抗的关系, 而是说, 可能是比较像emotement, 就是说有点旗帜, 把可能过去社会不谈的话题, 通过一个媒体的报道, 让大家可以有一些, 对这个社会, 有一些人有一些不同的认识, 我觉得他是进步到这样子的阶段, 那我想到21世纪以后, 其实大概对台湾的料报, 其实最大的困扰还是, 其实跟中国大陆有点像, 然后就是商业的压力, 那其实最早的, 我想他报纸是非常明显的, 那报纸开始, 浩费下降之后, 其实对于所谓料报道的投资, 这方面的投资是在减快当中, 那很不幸的, 我也要跟大家说, 其实杂志业一直是最晚一波, 然后我们的状况, 今年开始也非常明显, 所以杂志业受到广告的这种生态的一些变化, 其实Business Model在所有的全世界, 都是对新闻记者非常大的压力, 但是我也同样像吴老师, 就是一样跟所有的大陆来的朋友致敬, 就是因为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的状况真的是, 除了商业的压力之外, 政治的压力真的是非常大, 没有当成很重要的问题, 那每一个人的那种心理, 有很多话想讲, 还是不能讲的那种闷, 其实非常的明确, 那我想就是抛出几个问题, 最后,其实有一个好奇, 就是我想问一看建墙, 就是说金妮刚刚提到说, 环境运动我刚好奇是一个公民运动, 那我也很好奇说, 您自己觉得中国的媒体, 在现在这个环境下有一个破口吗? 就是说他有可能这种抑郁的状况, 会有一个破口吗? 或者是说他会像大家讲的, 其实因为金妮两年应该是, 就是应平下一届在安排领导人的时候的关键期, 所以非常前期有可能会更紧, 那我不知道现在我看不到任何破口, 其实这是让我觉得, 比较焦虑的理想, 就是很好奇的, 想听听三位的媒体, 那第二个其实是, 我在中国跟财新的朋友, 阿古的一个问题, 他认为说, 其实像腾讯, 那最好的所谓叫他自己, 非常大量现在就到了腾讯, 所以DAT, 这样的门戶网站去公持, 那他们认为说, 这些人只要分一点零头, 来做新闻的话, 新闻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他认为说, 当然这不是胡舒服讲的, 那他认为说, 其实这是媒体的一个出路, 也许就是说, 他到了这个大的单位去公持, 但台湾有很写的一个例子, 当你的报导版主页并不是新闻, 而是别的利益的时候, 他其实对新闻的尊重度是下降的, 所以我也很好奇, 像你的名头, 我很好奇说, 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那我很想理解, 那还有一个就是, 刚刚一直在讲自媒体, 自媒体跟, 自媒体也许是一个解放, 但我一直觉得自媒体, 其实对于公众性这件事情, 它是一个分重的状态, 那媒体其实很希望的就是公众性, 那对于社会凝聚一个共同要解决的问题, 它凝聚一个社会压力, 其实我知道, 公众跟公众之间, 这个部分要在未来, 其实是所有媒体都知道的问题, 不是只有媒体, 那我也想明天, 有三个一些看法。 好,现在来到最后, 副总员。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鸿湖商业周刊, 蛮体中文官, 副总员范如敬。 我其实, 就很尊重这三位女孩, 这三位角者的一个, 投身在这场暴动, 这种过年的努力, 那我自己因为, 我个人的经验早期, 就前几年, 大概远见待了八年, 然后有外派上海两年, 那我其实一直以来, 都是一个财经的记者, 但在远接外派上南海的时候, 有做过一个调查网, 就是跑了大半个中国, 做半进中国的调查网, 那对我来讲, 其实是慢大的影响, 因为让我真正认识了, 中国大陆另外的影片, 因为如果我们去上海北京, 你看到的其实都是高楼大厦, 这种光线亮点的影片, 然后可能看媒体的报导, 会觉得中国很强, 北京奥运这些, 那因为反进中国的部分, 让我真正认识这个中国的另外一面, 那从这样的一个经验, 我现在就很好奇, 就是我们知道, 其实大陆的每一份, 台湾的财经杂志, 不管是天下, 远见, 或台湾的商业周刊, 我可以发现, 我是一个财经报导, 财经杂志的, 台湾报导财经企业的记者, 但是我一做调查报导, 那或许, 我的专业度, 没办法那么深入, 或者是, 就是, 经验没有前面那么丰富, 但是, 我发现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台湾的调查报导, 到现在, 像天下这几年, 做得非常多, 很棒的调查报导, 上周也是偶尔会, 也会有一类的作品, 但是在大陆的情况下, 我发现, 分众分得很清楚, 例如你要讲到主流的调查报导, 一定就是南方周末, 一定就是财新, 财新周刊, 或者是财经, 但是, 他的另外一类的, 这是比较属于调查报导类的, 周刊, 财经杂志, 但是, 另外一类, 大陆财经杂志, 只有另外一类, 是锁定在, 国际性的思维, 国际性的报导, 例如, 環球企业家, 虽然他最近很状况不太好, 或者是, 我们, 红博商业周刊的, 简体中文版, 它是引进美国最新的学习, 或者是, 中文化的财富版, 因为他最近, 就是, 我前几天才去专门的Tim Cook, 那我的意思是说, 对我自己就很好奇, 为什么在中国大陆, 它可以这么分众, 可是在台湾, 它基本上是一个, 综合式的报导方式, 它可以有调查报导, 它可以有财经内的报导, 对, 像美国的红博商中, 虽然是商业, 但是他也会做很多很好的调查报导, 所以他最近, 普利斯讲的, 那个也是讲, 避税的这个匯分, 有一个解释性报导, 所以这个部分, 是我自己也很想, 因为, 就是, 像建墙啊, 明河, 或校主说, 大陆, 真的是谈二分化吗? 不可能二合一的这种方式吗? 对, 另外, 我自己也很好奇, 就是刚刚, 一山有提到的, 就是说, BAT怎么有钱, 那我们知道, 阿里巴巴最近投资的, 五届这个移动互联网, 因为它的主业, 是从中华财富感过去的嘛, 然后, 就是说, 移动互联网的, 移动互联网这样的一个媒介, 有可能给, 调查报导记者一个新的未来吗? 因为我们知道, 宏博社是没有指本的任何刊物, 它也是个通讯社, 但是他一样做出很棒的调查报导, 那, 他们做习近平的财产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回到罗老师, 就会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一组人, 然后, 就整整只做这个东西, 杂志设置, 然后, 那个宏博社可以允许他, 可以容许他一年多只生产这个题目, 对, 所以, 这个东西在, 我必须说, 在现在两岸三地的媒体里面, 是比较难的, 是有它的局限性,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BAT, 如果他们有新做干嘛的话, 不能讲BAT, 就是说, 到底有些财同, 只是外肥什么, 是不是有这个可能, 对, 我们董事长, 往那回来了, 刚刚好感谢, 他着色调, 很精彩的报告, 不过, 你就看了, 我们录影了, 我们接下来, 大概有快20分钟的时间, 可以交流, 我们先开放三个, 那我希望你们, 不要学他们前面的说, 一问就三个都要答, 一个问题, 面对一个, 语谈点, 还会这样, 懂不懂, 讲话, 我们第一个, 点评效果回答, 不要说, 我这个问题, 可不可以请三个都回答, 这样子, 我们十人都不够, 好不好, 我们就针对一个, 一个人, 问, 先三个问题, 可不可以, 好, 要, 那个, 抱上一个名字, 哪一个学校, 然后今年几岁?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以前就读, 我以前就读, 我以前24岁, 我以前24岁, 哈哈哈哈哈哈 对, 然后我就是, 有一个问题, 我想要请教的是, 罗敬桥先生, 就是关于说, 日前, 中国呢, 大陆央视, 前央视女警主持, 也是主持人, 对财经, 他发展的纪录片, 成名之下, 那他整个事, 真的, 其后, 说得不好, 他已经, 都会关注其后他的路, 就是到后来, 可能被, 呃, 被从,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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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整个过程当中, 对于, 中国大陆媒体学的, 呃, 影响, 或者是说, 他的启示, 以及说, 媒体学整体来说, 是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的? 谢谢, 好, 哎呀, 我是, 是, 没有到是多少次吗? 没有, 还有, 还有, 呃, 我这张脸是今年42岁, 还有, 没有带电视, 那个, 而且, 上次的报告, 非常精彩, 尤其明依康那个报告, 我觉得非常好, 甚至到商业整个变化, 非常好, 你看, 我上个月跟大陆朋友, 就是东方找报社评部的朋友, 他们非常的悲观, 他们要面试这个年轻人, 刚毕业的学生, 那很多学生, 来东方的方面, 现在没听过, 没看过南方周末, 那确实是一个时代的消失, 因为10年前, 像明哥刚刚说, 南方周末, 不只是, 你能控制到, 而且我听说那时候是, 全中国在他最早去职业的其中之一, 你还想到一个报社, 代表了这么强大的一个社会的地位, 那现在那个时代消失了, 那么大概刚刚都谈到很多, 包括石英明上台的时候, 政治控制的确是越来越强, 很多商业的意义, 甚至还有一个因素, 可能大家觉得说, 可能微信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破坏公共领域的因素, 因为微信基本上, 它整个资讯交流, 跟系统是非常的零碎化, 可能前几天大家微博上, 还有一个虚拟的公共领域, 在微博上可以讨论很多事情, 那现在微信的确, 你个人是看个人的公号, 你完全没有公共领域存在, 也就是中国这个公共领域的消散, 是非常的快速的, 除了公共领域消散, 另外一个相对就是说, 好像年轻人的普世价值, 越来越低了, 以前欧洲或中国抱怨的理想时代, 传播这种普世价值, 但现在这个好像慢慢消失, 当然随着中国的国际感没有关系, 中国的军情, 大家越来越自豪, 大家要控制, 所以年轻人好像, 对普世价值都是重视, 所以我那些朋友都觉得说, 虽然跟年轻人都不知道怎么可以对话, 我不知道, 除了像明儿或两位, 是不是这么的悲观, 这个也许可以分享, 在我自己家这个好像是蛮悲观的, 然后最后两年, 刚刚这个世红出道, 早上没有听到我讲话的朋友, 其实早上讲很短10分钟, 我月底还有专门演讲台, 好爱跟网友这三个, 所以这个是我脸是一万处, 去取得更多消息, 这个叫制度性行销, 好,第三位,好, 好, 好, 大家好, 我是大陆来的交换医生, 我叫吴菲, 我想起床今年二十一岁, 但是, 我刚刚起床, 今天就是很久, 就是上第一节课的新闻课, 老师就说, 说在大陆的新闻媒体, 有个人是带着脚要跳舞的舞者, 就是, 我现在大三, 马上可能要用务实习, 或找工作期间, 如果说就是, 作为钱队, 能否给我建议, 在这种体制下, 如果我们做环境报道, 或者做这样的调查报道, 我们当涉及到就是, 那种政府利益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样权衡, 去保护自己, 然后就是, 还有就是, 作为, 就是, 中国的教大记者, 能不能算独立记者, 或者说, 独立记者, 在中国大陆未来会存在吗? 谢谢, 好, 夏宇, 你刚刚是, 你要报告是吧? 没有, 没有, 我要问问, 可以吗? 没有, 没有, 你今天几岁? 你今天几岁? 好, 我知道, 你跟我这个, 二十四啦,二十四啦, 我平常写字大一点, 其他的都很多, 对, 对, 我跟民主党只是, 就是, 就是问, 这一堂修, 就是那个, 刚刚提到说, 这个环境运动, 但是就是, 因为它可以被允许, 它可以被存在, 是因为它是, 它不是针对政治, 它好像说, 我们是针基地, 就是环境一体, 可是, 呃, 就台湾的今天来讲, 其实没有任何环境一体, 是被针基地, 其实所有的环境一体, 都是针基地, 那当然我也知道, 就是说, 这个可能其实是策略上, 或是在论述上, 为了要, 但是我想, 其实我也相信, 既然在心理上也, 嗯, 并不是, 当然有借由一个老门户的话, 所以我们是在做一个, 啊, 民主的一个, 就是说, 但是这个事情, 我相信, 呃, 这个是一席上存的部分, 那如果说, 借由这个, 因为每个人都要护士嘛, 每个人都要科学, 那所以, 这样子的话, 呃, 似乎好像, 没有任何的, 这个独塞者, 或是长选者, 可以剥夺人员这个, 基本的权利嘛, 要不然大家都会理解, 然后听活下去, 也没什么好损失, 所以这个是一个, 底线嘛, 是一个生存的问题, 好, 但是在这个, 生存问题的这个, 底线之下, 呃, 或是, 有没有可能, 就是在这个环境运动, 会成为一个杠杆, 或者说, 他的机会怎么样, 或者说, 他身上不能越累持一步, 那其实我, 今天其实, 虽然, 建杨松是这样的幽默, 那寿主中, 唉, 唉, 比较是那个, 我觉得他在世代上, 跟我比较接近, 他的世代, 他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世代,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 问题的严肃性, 就会比较, 所以我们会, 比较这个严肃的来, 看待这个事情, 但是我觉得, 呃, 包括, 可是银河是比较年轻的, 可是我觉得, 还有十秒钟啊, 大家都很悲欢, 那我也觉得, 非常沉重, 那我在想说, 有没有任何的机会, 那当然, 这个, 我希望是有的, 我是不是比较希望是有的, 那, 那就是, 那就是, 请教建杨松, 好,先建杨, 这银河再笑死, 我会念, 雨谈点, 也有过问题, 然后, 有四个, 好吧, 好, 谢谢, 呃, 我今天, 46岁, 呃, 已婚, 所以, 先, 我觉得, 第一个问题啊, 刚才, 其实, 那个伊沙问题问题, 中国媒体呢, 没有什么to talk, 我想, 校服从对作回答这个, 他在这方面呢, 更有经验, 那么, 刚才一个, 呃, 同学问了一个, 关于, 柴静的片子的问题, 是不是啊, 我先回答这个, 雄顶之下, 对,雄顶之下, 啊,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 跟家里的问题, 可以, 结合起来回答, 其实, 任何的, 环境议题, 都是政治问题, 其实, 上面很清楚, 我们也很清楚, 但是, 我们就是不说, 不对, 我们就说, 不是政治问题, 如果你一说, 政治问题, 那真的是不杀报, 但是呢, 政治问题, 它有很多的, 它有很多的幅度, 比如说, 强度, 幅度, 比如说, 我直接反对共产党的, 最大的, 最不能容忍的政治问题, 但是呢, 说, 我可以征求我自己的权利, 民主权利, 这也是政治问题, 但是呢, 它就有一点, 来, 大家可以接受, 再往下说, 我可以征求我的家园, 不被毁掉的权利, 保护自己的家园, 这也是一种政治权利, 那么, 就更可以被容忍, 所以呢, 大家其实都明白, 那刚才那位同学说, 关于崇敬之下, 很多人问我, 到底怎么回事, 昨天晚上, 我们也在谈过, 说是, 它是不是被上作批准的, 然后呢,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如果是政府批准的话, 它上不了线, 我觉得呢, 其实, 我其实没有跟财经德中讲, 我自己的观察, 我自己的猜测是, 一开始, 他没有经过什么, 政府的预谋, 或者支持, 来做这个片子, 财经可以做得出来, 是因为它是一个非常职业的记者, 它是我们的通文学, 非常好的记者, 它有自己的个人的经历, 同时, 它也知道雾霾, 空气污染, 在中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 它真的是一个好记者, 它又找到一种非常好的, 讲述故事的个人化的方式, 而且它有一个好的团队, 所以我们每年有评这个, 《关经新闻》讲, 我们的同事告诉我说, 我们每年, 可不可以评他, 我说完全可以评他, 他说我们可以, 不可以评他的自卫体讲, 我说不可以, 他不是一个公民记者, 他是一个专业记者, 他一个团队, 他所做的方式, 他所获得的资源, 不是一个普通人获得的, 所以, 这个片子首先, 它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么, 有些人讲, 为什么他可以上线, 为什么他可以采访到那么多的官员, 行个例子来讲, 我是一个独立汽车, 我也可以采访到很多的官员, 这并不意味着, 这会是批准的, 那么, 他为什么选择人民网和优酷网上线呢, 人民网安全, 因为觉得是人民网的, 对一个制作者来讲, 首先, 我要安全, 优酷网呢, 有商业上的合作, 所以想到这两个网站, 问题是, 人民网为什么要动的, 为什么要用它的, 人民网也是一个商业性的网站, 他也要赚钱, 他也知道, 财经做的片子会是好片子, 他也知道没什么风险, 因为你看过以后, 你就知道里面没有任何的, 所谓敏感的政治, 只不过是提到对一些国家的, 两桶油啊, 什么的那种气息, 那种国企的气息, 同时财经呢, 就是, 又非常非常聪明, 他又, 选择那个时机, 两会之前, 两会之前, 可以迅速成为, 这全国, 人民一起来讨论的一个重点话题, 如果我们, 我觉得财经这个片子呢, 我也站起来, 看不到后面, 所以, 不是一个教堂, 对我们媒体的人来讲, 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 虽然他已经被拿下来了, 但他在前面的几天已经, 超过, 可能几亿的人看过了, 什么媒体的这个效应, 跟比如上这个, 拿下来不要听, 大家都可以要看得好, 还可以看得到, 所以他是非常非常成功的, 那问题就在, 他为什么又拿下来, 既然前面政府已经容忍他, 三天五天, 为什么又拿下来, 那么就涉及到政治的问题, 马上要开两会了, 政府, 要做报告了, 我要讨论政治议题了, 但是突然发现, 已经被人设置了议题, 那真的, has been set, by someone that 不是我, 不是我里面的人, 我本来要开会讨论我的问题, 雾门也是政府重大的一个话题, 他不矛盾的, 但是, 风头被你抢的去了, 所以呢, 我一个政府的会议, 这么重大的会议, 我要让一个聪明, 来设定嘛, 因为那个时候, 两会的代表和委员, 都在谈论这个, 都在谈, 都在谈论, 他们也有同一份, 他们也发微信, 这小混蛋了, 所以呢, 所以那个新的环保部长, 上来来发微信, 不然发感谢, 称赞他, 因为他们的经验, 他是我们新华的校园,